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說這個1月7號會開放一些新的一季特許關卡 那除了原本裡面有的以外呢 就會開放四個新的系列 那其實原本裡面有的很多就很好用的齁 譬如說命運女神啊遊俠系列啊 然後像這個木彈啊 這個我就覺得是必刷的卡片 所以還沒有刷的可以去刷一下 另外呢地獄級的話是可以刷個盜滿啊 這個其實也是挺好用的 還有這張卡齁 這張卡也是只能在一季特許裡面打到 這個有時候也是很好用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刷一張 另外老師也可以在這裡面拿到齁 然後還有一些像蘇葉蟲這張我覺得是非常好用的卡片 很多卡片可以借卡的話都可以帶這張卡來打那個中毒的關卡齁 所以這張也推薦大家一定要刷一下 那這一次一季特許呢復刻了一些新的系列齁 像這個命土坎克的妖怪系列齁 不過這系列呢我個人覺得都是蠻費的啦 因為這很久以前的一些雙周副本 現在雙周副本就已經很爛了 這很久以前的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這系列的話基本上都不建議刷齁 那再來的話是巨人隊 巨人隊 巨人大家應該就知道嘛 他是沒有技能的 然後三維特別特別的高這樣子 所以新手才會需要用到這些卡吧我覺得 就是一般的話如果是老手或者是卡片已經蠻多的玩家 就不太需要練這個了 那再來的話是巴比倫神明這個系列齁 巴比倫神明系列的話在現在來說也是用不太到齁 基本上呃我是沒有用過啦 那再來的話還有這個西方魔獸齁 西方魔獸算是比較實用的系列 畢竟他們有在和官方有一直的在增強他們 那我覺得比較實用的卡片就是蛇女啦 蛇女的出場率是非常高的齁 因為他這個控場三回合嘛 然後還有這個昇華之後可以進場減CD 所以這算是最實用的一張控場卡片 進場可以很快的開起來齁 那其他的話其實現在來說就用不太到齁 另外呢這樣這個 呃命途坎克妖怪系列呢 他中間會亂入這張卡片 貓佑這張卡 那這張卡其實也沒什麼用啦 CD6然後暗符石少於無力的時候才會 呃把暗符石以外符石轉成暗符石這樣子 那直到場上有無力暗齁 CD6轉出無力暗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爛的齁 不過他這一次呢如果說你要收集卡片的話 這個亂入卡片的機率都是有大幅提升的齁 所以如果你想要喜歡收集卡片的話可以去打一張回來這樣子 但是實用性的話呢基本上只有蛇女需要刷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幫我訂閱 有小小朋友喜歡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